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2023年3月3日 在此前的3月2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微博 湖北发布发文提到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诸葛一杰同志任 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针对此事 由上海知情人士提供咨询提到 李强的第一副手诸葛一杰调任湖北开始叠加履历了 去年曾有关与他亲属在上海封城期间 连续注册7家公司 并光束成为上海物资保障的供应商的传闻 现在看来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前途 前途一片光明 有关诸葛一杰亲属问题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名叫常彦青 在2022年5月24日 有人通过中国当地的社交平台微博披露提到 一个星期成立7家公司背后究竟是什么 常彦青到底有什么能耐 网共还是发国难财 起抵上海常彦青一个星期内 成立7家公司 为上海人民吃喝操碎了心 常彦青杭州人职业不明是上海市委副书记 历书长兼政法委书记 诸葛一杰第二任老婆的亲属 诸葛一杰夫人常彦平 姓为海通证券高管 有关此事件我们查询中发现 在2022年5月22日 上海当地政府发布了一份关于疫情期间 上海保供企业的名单 其中一家名为上海潮汕食品有限公司 被众多民众查询发现 这家企业成立进京五天 这家企业中的股东之一的常彦青 更是关联住家企业军事近日里成立的 因此许多民众挖出背景是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诸葛一杰的亲属之一 针对此事 常彦青本人通过媒体回应提到 这些结队都是谣言 活泼是他们说的什么有背景的人 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感觉很委屈 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现在好像怎么说都挺苍白的 其他有关诸葛一杰公开资料显示 他承认上海港务工程公司经理党委书记 上海港口设计研究院院长 杨山同胜港口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党委副书记等职 8013年至2016年期间 诸葛一杰在上海杨浦区先后担任 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 他以2016年7月任上海市市委副书记秘书长 隔年任上海市委秘书长 2017年诸葛一杰任上海市委常委 秘书长2022年他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后接任市委政法委书记 他是第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联系 说明是刚才能继�成计信息 的中央